收到一份红色炸弹 就此拉开我的海口之席 海口也称椰城 是海南的省会城市 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一股股热浪席卷而来 瞬间切换到了夏天模式 搭乘一号线去酒店放行李 一番休整之后 我决定去附近转转 龙骑村福郭庙 闹市中仍保留一份田径 相传在古代 当地人如果要横渡穷州海峡 都会在出发前来这里祭拜祈福 祈求平安渡海 文庄路 千年穷州府城第一古道 以海南四大才子之一 秋郡的嗜好文庄命名 午饭选择辣汤饭 米饭是主食 汤则是灵魂 汤里以猪杂为主 再配上传统的白胡椒和酸菜 一口下去又鲜又爽 好吃到头脑立刻清醒 饭后到琼台府地散布消食 琼台府地是古时海南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琼台之下是福泉湖景 传说这井里的泉水堪称神水 饮泉水者可天丁发财 登上石阶 两旁护栏上的石狮姿态各异 徐徐如生 大门前有两根盘龙石柱 镂空刻出一条巨龙和八仙过海的景象 透过门庭 立马被远处的小金人吸引 这里手办爱好者狂喜 再走近一点石棺地塑像 往里走石棺地点 中央的官爷爷 身长九尺 燃长二尺 面如重枣 唇若涂枝 三凤眼 莫残眉 相貌堂堂 飞风凛凛 周苍在左 官平在右 继续走就看到浮城古楼 原楼高三层 县仅存二层 均受历代珍视 五驴回屡见 在明代 倭寇侵扰我国沿海水域 当时穷州府城地区也遭海盗侵扰 古楼是当年海南军民打击海盗的一个指挥场所 走在大街上 两旁都是椰树 还挂着沉甸甸的椰子 这会不会砸到人呢 不管了 先去喝椰子水 味道清甜 最后就以海南清补粮 结束今天的行程吧 椰子肉特别多 甜而不腻 爽滑润喉 夏日结束必吃 海口的行程仍在继续 晚安 明天 明天 明天